今天又是亞洲股市的黑色信息一 对于台北股市来讲 今天面临16000点的保卫战 颈线跌破之后 所有均线空头排列 官方还是要特别掌握 放空资产负债表的机会 当然今天大盘大跌 我们就要换种逻辑做观察 第一个看为什么跌 第二个在大跌的过程当中 要分析供给跟需求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标题有提到 俄罗斯的贸易的竞争当中 又一句做 既天然气 既镍 既化肥之后 现在又有哪一个农产品 渴望受贿于俄乌战争 跟冲突制裁之下 出现一般不同的景象 好等一下做个说明 大家都很多 我们就偏偏看空 大家都看空的时候 我们就替大家找一些 不同的机会 好我们先看到债券市场变化 美国国债的崩底 其实有点恐怖 第一个这是利率 这是债券的价格 包括30年期跟10年期的价格 都出现非常明显的下跌 好我们先看10年期国债好了 在刚刚我们录影之前 就是7点左右的时候 美国国债10年期的收益率 已经来到了3.2% 我们就提到成本跟机会成本 10年期国债作为整个资产定价模型当中的 无风险利率 也一般可以来做折线率 做观察 这都是基因成本的概念 同时10年期国债 它是全球最高性贫 全球风险最低的一个资产 当然这个风险 撇除了价格风险 包括流动性 包括信用风险 应该是全球最低 所以它会有一个机会成本的排挤效果 假如10年期国债 现在买的收益率 将来可以保证每年赚3.2% 收益率在这边 股票能不能保证未来10年每年的收益率有3.2% 这就是一个竞争关系 这就是一个机会成本的逻辑 我们在上礼拜五花点时间来做个观察 另外我们看到国债价格的大跌 为什么收益率走高 就是越跌 跌越多收益率越高 为什么 利息可能是固定的 利息的收入是固定的 本金越来越便宜 收益率当然越来越高 我们先看本金 美国国债价格大跌 这种跌法 大家可能没有记住 雷曼兄弟 美国国债也没有跌成这样 雷曼兄弟当时就次贷风暴 次级债务 经过证券化的包装 也是一种债务商品 只是当时雷曼兄弟的崩跌 美国国债是走高的 因为大家寻求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没有想到这一次全球金融风暴的核心 就在全球最安全的美国国债身上 10年级国债 从去年底的130 到今天117 又跌了10% 美国国债又跌了10% 观众 这一半很精彩 因为金融股即将公布第一季的季报 虽然有汇兑利益 可是资产的减损 将是本周重中之重的财报大戏 它不是亏损 它是减损 它对于EPS可能没有影响 可对于整个资本的减少 观众要特别留意 当然在汇率贬值跟债券减损 这一来一回之间 会有什么样的答案公布 大家拭目以待 所以我们看到 美国国债大幅度的下跌 短短今年以来 就跌掉了10% 美国国债跌掉10% 我们看更长天期的30年期国债 跌幅更惨了 从去年底的160 60块跌到今天135块 跌幅快要接近两成了 今年以来就下跌了15% 而它的利率更是弹升到3.25% 我们都看到利率走高 可大家知道 直利率或真实报酬率 是来自于价格的换算 没有交换利率 没有交易利率 主要是交易价格 也就是价格越低 当然在固定报酬的 固定利息的一个被子下 它的报酬率会越来越高 我观众要这样了解 所以目前全球的风暴 就是再次多杀多 还记得吗 世光跟大家报告 不管金融业 还是退休金金 还是大型的这些货币市场 或债务金金 都要这样做观察 一个叫什么 交易为目的 一个叫做被公出售 一个叫做持有到到期 过去过去过去 这40年来 顶多偶尔出现 以交易为目的 出现价格波动 产生交易员 受险公司 银行或退休金的停损 基本上没有发生过 被公出售出现停损 这一次出现了 更恐怖的是 连持有到到期的部位 都出现了风控喊咖 喊停损的要求 所以这一次的债券大跌风暴 特别是以全球公债为首的价格下跌 引发了市场上非常恐慌性的流动性风险 这是官面特别当心跟留意的 为什么利率持续弹高 债券持续下跌 也就是市场目前对于供给跟需求端 之间出现的缺口 基本上他们的预期跟官方不太一样 另外我们看一下 以台湾为例 台湾10年期国债 价格也是重挫 利率也是大幅谈升 今年以来台湾10年期的公债 就已经谈升了0.3个百分点 32个PP创下了4年新高 创下了4年新高 假如与更长天期的国债做观察 同样的也是创下了4年以来以上的新高 所以我们要关注 为什么资产价格会大跌 第一个原因折现率 第二个替代效果 所以官面要特别留意 尤其是以台湾公债为例 这个流动性是非常低 台湾10年期公债发行量 以数以兆计 可是每天在市的成交金额 数以亿计 数以数十亿或偶尔上百亿 也就是存量那么大 竟然没有流动性 所以一旦在市要喊停损 没有交易对手 过去交易对手 就是游汇局 就是邮局 不然就是台银或合库 可是现在他们都缩手 使得台湾的国债 台湾的公债 基本上目前出现严重的有行无事 要不是没有流动性 这个价格可能更恐怖 这方面要特别做掌握留意 当然台湾再次出现流动性风险 最重要的原因是台湾升息的脚步 跟不上主流国家或地区升息的发展 没有升息 那就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台币重变 今天台币又创下两年以来的新低 这个利差的交易 还有资金的转换 都对于台北股市形成了极大压力 只有台湾地区吗 当然不止 对于亚洲市场 都是一个连环套 连环杀 中空杀短空 长空杀中空的一个格局 而为什么叫长空 就是一个紧缩的风暴 正在发生跟发酵 所以我们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到 目前的一个市场变化 好 我们从台币做观察 今天又创下两年新低 已经要挑战30块的整数关卡 而且整个月线 目前正在快速往一个下架通道的上缘 来进行挑战 这个上缘也不是没有见过 过去这30年来 有几次碰到上缘 而这个上缘目前 大概直观来讲是31.8 所以台币有没有可能 这次进入的贬值 那就要看台湾央行 升息的动作 够不够迅速 够不够敏捷 可台湾央行假如升息的速度加快 又会引发台湾内部的资产 出现什么样的价格波动跟变化 也是会没有要特别当心跟小心的 所以我们看到一场 温水煮青汪的风暴 悄悄的在股市 在债市 在汇市 逐步的升温 好 我们另外看到 美国国债的利率 公债利率 目前资源曲线 整条曲线继续在上扬发展 我们花很多时间在长期追踪 美国债务的债券的殖利曲线 现在的问题 我们配合今天题目就提到 是供给跟需求 两面的问题 需求能不能降温 而供给能不能赶上 供给能不能供应上 需求能不能稍微减速 现在最大的问题 观众世光不客气讲 我们看留言板骂声一片了 当然我这骂声一片 很多是对我政治的态度 或对政治的解读 大家不予认同 所以底下很多骂声 骂声 台湾的媒体基本上对于俄乌战争的新闻报道 很偏颇 你知道吗 一下是俄罗斯被击溃 乌克兰反攻 可是下一则消息是乌克兰请求国际的援助 到底乌克兰在反攻 还是在请求援助 搞不清楚 事实上从目前最新乌克兰战争的变化 顿巴斯乌克兰的精锐部队 即将要被俄罗斯核为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发展趋势 这非常像解放战争的东北战役 就是辽省会战 国民党的精锐部队 看似情势大好 看似由美国大量的援助 可是逐步从原来的主动变为被动 乌克兰现在部队非常被动 由俄罗斯在主动 好 各位朋友我讲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对于供给跟需求的资讯出现错误 我们并不知道俄乌战争的冲突 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长期化 而且它的影响可能更大 对于欧洲的冲击 甚至对于美国的影响 不会亚于对于俄罗斯国内的冲击 所以消息我们得 对于俄乌战争俄罗斯要输了 所以舞躁跳 鼓躁吵 马躁跑 可事实上供给面的问题 风险越来越大 攻击面的风险越来越大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 来个观察 第一个我们先看到 美联储所公布的需求部分 美国最新在三月份 但这个指标是落后指标 消费者信贷余额在三月份 大幅增加了524亿 是整个预期的两倍之多 所以从整个美国目前三月份的消费 是创下一个非常疯狂的发展 而这个背景是美国的储蓄率创下8年新低 美国储蓄率创下8年新低 我们这边也可以做一个思考 就是美国国债为什么价格大跌 就是借钱不好借 借钱向谁借 一个叫做国内融资 一个叫做国外融资 美国的储蓄率创下8年新低 代表美国人能够借钱给美国政府的能力 潜力是不断的被消耗掉 这个储蓄率可以观察 就是美国人的储蓄不足 不要不足 创下8年新低 也就是美国人能够支持 或购买美国国债的能力 创下8年新低 我们可以简单讲解读 另外就看国外海外的投资者购买的能力 在既没收阿富汗的美债之后 俄罗斯美债也要被没收 所以海外部门对于美债的购买能力 或贷款能力 似乎可能也受到了一些限制跟打压 所以我们可以直观从储蓄跟投资 之间的关系来做个判断 对于美国国债价格不断的走低 似乎也显现在目前贷款者 他们能力不足 这个是需求的狂潮 你钱不来借给拜登政府 拿来拼命花 使得美国国债拼命跌 这很直观 这样做解读 好 这是需求的部分 需求太热 美联储各国央行开始进行不断的加息 试图打击需求 让需求泡沫能够及早的降温 现在的美国国债 它反映的另外一个层面 是对于未来长期物价上涨的可能性 所以投资者要求更多的补偿 就是要更高的报酬 我才愿意来投资国债或股票 这变成一个循环了 随着通胀运气发生 大家不仅对于消费投资有了改观 对于投资来讲也有改观 物价那么高 3% 4% 5% 7% 我的报酬率一定要高过物价通货膨胀率 我才有利可图 所以通胀预期进一步的引发 整个债券市场 包括了固定收益市场 出现非常心风血雨的风暴 所以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 不断提醒大家来放空资产负债表 为什么 全球央行同步紧缩 这是一个资产负债表的大衰退 尤其是美国的债券大跌 观众可能持有或没有持有债券 基本上都代表 整个资产负债表的收缩正在启动 全球的财富 从债券从股市从商品 每天大概是用10兆的速度 10兆人币 大概每天大概1.5兆美金 每天在收缩 资产负债表收缩的速度极快 所以大家要特别的当心跟谨慎 你要说资产还是要说债务 正确的单线是说 我希望我说债务 说别人的资产 让全球地球资产负债 同步紧缩的时候 我的资产守住 而我的负债能够收缩 就是放空别人资产 来回报我的负债 所以我们看目前 资产负债收缩正在发生 它发生的原因 也代表供需的问题 资产负债能够收缩 因为加息跟缩表 为什么加息缩表 第一个要把需求泡沫给戳破 把需求给降温 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们要讨论供给问题 供给问题又来一次 今天我们就要提到 俄乌的冲突 现在大家发现 在过去全球一体化的过程当中 其实真的没办法分开 上礼拜五 全球最大的纸浆厂 巴西的苏萨诺 苏萨诺这一家纸浆厂 就专门砍巴西远迪了 砍到变世界最大的纸浆厂 他提到 全球的纸浆库存 大幅的下滑 供应面即将面临短缺 包括了卫生纸等等的名声必需品 价格将必需上涨 为什么呢 因为俄罗斯本身不是纸的上游 纸浆的出口国 可是俄罗斯却是木浆的重要出口国 我们知道其实纸 纸啊 造纸 官方你知道造纸吗 你要做一个十万吨的造纸厂 大概等于一座半导体的八寸厂 就是一个十万吨的纸浆厂 约莫与投资额大概200亿台币 大概等于投资一座八寸晶圆厂 请问你是投资人 你是要投资一个半导体的八寸晶圆厂 还是投资一个纸浆厂 从市场的本益比来讲 当然是投资半导体厂 谁会把钱拿去投资纸浆厂 纸浆厂本身是一个高度资本 跟技术密集的产业 因为你要把这个树 把这个木头 打成纤维 最后变成纸浆 你去想想你要把一个树 然后萃取纤维出来 让它重新编织 成为纸板纸浆 这个过程复杂 包括了强酸 包括了高压 包括了高温 用煮用烘 你去想想 你去想想干嘛 你就把这个组纸 拿一个木头来煮 你把它先煮烂 煮烂之后把纤维萃取出来 再让它编织成纸 你就想就知道 做都很难 所以事实上俄罗斯 它没有能力投资纸浆 它也不是全球主要的 这个纸质品的出口国 可是它是全球最重要的木浆供给国 因为俄罗斯北方 树很多 它的木材除了共为建筑之外 主要另外方向就是打成木浆 来卖给全球 它的木浆占全球的可贸易量将近五分之一 这等于什么意思 这一次大家没想到俄罗斯的木材 本来讲是木材缺货 那房子少盖一点点 结果不是木材问题 是木浆 它是全球五分之一的贸易国家 贸易出口国 所以木浆的缺货 导致紫浆 紫浆的上云就是木浆了 木头先打烂 没有木浆 再萃取变紫浆 木浆缺货 现在使得纸浆也开始缺货 纸浆缺货 不管是文化柚子 工业用子 还是家庭用子 都面临了涨价发展 全球最大的纸浆资产厂商 在上礼拜五发出警讯 用彭博引述 那我们看全球最大的中油 印刷职场是芬兰的 UPM 结束了罢工 可是提到了 罢工结束 可是从生产到恢复 仍然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好 各位朋友 这个又有想不到的事情 我们刚提到 我今天查一下 各位朋友你知道吗 今天我查一下台湾地区 这个造纸 是能源密集度当中 台湾排在第四高的产业造纸 每1000块的产值 就是做纸 1000块的产值 约要耗用20公升的油当量 油当量就是不仅是油 有时候煤炭等等油当量 每1000元的产值 大概要20公升的油当量 油的当量 大概就是这样比较好算 你就知道造纸也有多耗能了 好 各位朋友 现在问题来了 因为欧洲不是缺天然气吗 两个方向 缺天然气 一个就是找供给 看从美国进 还是从阿拉伯进 这是找供给 找新的供给的进口的替代来源 第二个是杀需求 所以像欧洲在替今年的冬天做准备 所以欧洲的子业工会就宣布 今年冬天欧洲的资产可能会大规模停产 为什么停产 因为太耗能了 现在说一个就是补充 俄罗斯天然气几千亿立方米进来 现在进不来了 美国补500亿立方米 阿博斯坚补200亿立方米 我们自己再挖100亿立方米 好 补了一半 另外一部分怎么办 从需求砍掉 需求从哪里砍就要从能源密集度高 而附加价值低的产业先动手 现在想到第一个全面停产的 就是耗天然气耗最多 因为耗能耗最多 但产值又不高的就是造子业 所以从上游中游到今年下半年 没有想到天然气的锻炼 现在欧洲想做的方法是减少需求 第一个不能减少取暖用的天然气 也不能减少发电用的天然气 那能减少产业用的天然气 第一个刀就砍向了造子行业 这是一个大家讨厌的 高污染 高资本 高技术 可是附加价值很低 买一台那么大的电脑 大概都要五六万台币 买一个那么大包的卫生纸 只要100块出头 哥们 你是要做电脑 还是要做卫生纸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以体积来讲 单位的产值跟单位的价值是非常低的 所以一刀就砍过去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现在俄罗斯 不管直接原料的木僵冲击 还是整个欧洲缺气的影响 会不会进一步影响到全球天然气变化的 全紫浆的一个价格 所以我们特别观察 紫浆的期货价格 我们先看大陆的 大陆的紫浆期货在今天来挑战历史前高 今天最高来到7490元 前高是7516 所以这一波也是从大概去年底开始一路的开始回升 包括了芬兰罢工 还有全球 这个造纸业真可悲你知道吗 你想前阵怎么讨论是碳权碳排放 你觉得造纸 它对于碳权碳排放是需求者还是攻击者 你是砍压速的 所以它又有高耗能 又跟地球过不去 这个行业在现在的ESG的平等当中 是一个非常被唾弃的行业 所以投资长期有不足的倾向 不足的倾向 所以不管从资本市场 同样200亿 你是要去盖个8寸的半导体 还是要盖个10万段紫浆厂 还是从天然气 从能源密度当中 先要取舍哪些产业 它变成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结构 好 大陆的紫浆的期货 今天挑战前高 好 另外我们看一下 今天大陆的紫液股 就成为它的股市 最跌不停 少数 就是唯一亮点 今天从万德的分类板块 唯一大涨的就只有紫类股 包括大陆最大的紫类股 成名紫液 今天开盘 大概5分钟就亮灯涨停 大陆最大的紫浆厂 岳阳林智 在今天也是一开盘 就涨停 一价到底 好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 包括了像大陆几个 什么岳阳林业 还有博会 今天价格大涨 主要有叠升 这个叠升 它力道就非常强 另外我们看到大陆最大 市值最高的太阳子业 今天的价格 更是创下近半年来的新高 形成了一个底部 突破了发展 好 观众我们看到 我们在恶物冲当中 我们不断的摸索这个机会 从天然气大涨 看到了很多的社会股 后来涅价大涨 观众我今天查一下 台湾百大市值涨幅第一名 就是华兴丽华 因为华兴丽华 台湾的华兴丽华 是台湾最大的不锈钢的厂商 在印尼有做涅的投资 百大涨幅第一名 华兴丽华 今年涨幅46% 在今天价格修正当中 年初到现在 是台湾百大涨幅第一名 它的涨幅远远超过半导体族群 假如用 这是铝 天然气铝 后来涨化肥 观众 后来涨化肥 等一下我们看化肥 等会讲化肥 化肥股 今天百大成交值第一名的东减 今年以来涨了76% 我们看一下全球紫浆 刚看的是大陆紫浆期货 我们这边看一下 国际的像挪威紫浆期货 不管是短纖跟长纖 就短纖纖跟长纖纖 像卫生纸一定要长纖 因为纖纖比较差 你擦屁股才不会破 卫生纸你买卫生纸 会把屁股擦破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长纖 或纖纖的拉力不够 所以卫生纸其实是最贵的 卫生纸用的纸浆是最好的 是长纖 纖纖比较长 短纖的可能就是做文化用纸 所以长纖比较贵 短纖比较便宜 长纖在哪边 长纖都在北方 加拿大 芬兰 俄罗斯 短纖印尼巴西 但长短纖要混搭 你知道吗 你不能用短纖 你要长纖 用长纖 维持它的拉力跟压力 你如果长纖太贵 你要短纖 所以搭配使用 先不管短纖长纖 都创下挪威交易所以来 历史最新的一个报价 好 我们看到 另外包括 我们看到木片价格 这等于是木浆的成本 木片跟木材不一样 木浆的价格 正在挑战历史最高 所以在这一次这个行情当中 就变得非常特别 厄物的冲突 观众 我们对于需求泡沫 过度的轻忽 过度乐观 我们对于供给的瓶颈 又找不到一些亮点 所以从这一次厄物冲突 从天然气到涅 从涅到化肥 现在化肥到紫浆 我们看到一个一个的产业 正在受到厄物冲突的供给面的影响 出现供需失衡 到底能不能进行一个轮动和卖动 观众 投资要制服风险 拭目以待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稍后要分析一下美国这一次 美债大幅走高 北债利益大幅走高 另外美元创新高 这个底下我们到底怎么观察 特别是时针利率的大幅走洋 尤其是欧债风暴 快要回来了 大量的预算花在金元 军元乌克兰身上 欧猪各国吃不饱 欧洲那几些小猪 睽違10年之后 投胎转世 会变成什么动物 休息一下 我来告诉你 感谢大家